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名称我想要改掉 刚刚分别设定了 Label 文字方块 按钮 都分别设定好了 所以大概也都了解了 这就是它的属性症状 在属性症状里面 进行这些名称的定义 以及修改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 请问这个内容是什么 这应该就是叫表单 对不对 那我建议 我们现在做这个表单 是用视窗的概念来去做 所以最好不要放 别人看不懂的东西 例如说你可以在这边 把这个名称改掉 所以 一样我们也要去做一些修改 首先这个Name Name是不是user form1 所以我建议改成什么 改成 例如说叫做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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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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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你如果可以 你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知道Caption 是什么意思 Caption 就是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把它改成 我们直接把它改成叫做什么 叫做 例如说 学生 那个成绩 输入 这边 这边是不是就换名称了 到时候 如果老师在输入资料的时候呢 他就会看到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 学生成绩输入 然后接下来就相对 把这些资料输入进去 所以修改这个表单的相关的名称 以及什么Caption 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请你们 大概要知道 因为做了这么多 你大概知道Name Name是什么了吗 还有Caption 是什么 好 请你们先 请动手来去把表单的内容修改一下